大家午安全部現場 繼續帶您關心 俄武戰士即將進入了 就是第23天 俄軍現在是鎖定 烏克蘭第二大城市 哈爾科夫狂轟 當地的拉巴收貨市場 遭到俄軍炮擊引發大火 這個火勢也延燒到 周邊的房屋建築 農煙直竄天際很多 居民是逃生不及 還被困在其中 目前有70個人是參與救火 不過知道的是 有一名救難人員殉職了 烏克蘭外交部也說 該市場占地30萬平方公共 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 也是烏克蘭最大市場 而同時間 烏克蘭東部的城市 切爾尼哥夫 周三也遭到 俄軍猛烈轟炸 烏克蘭警方周四表示說 這個罹難者當中 有包括了一名美國公民 美國國務院也正式將消息 並且向家屬來致哀 而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進入了第4週 美國五角大廈的情資 現在評估說 俄軍的陣亡人數 可能是上看萬人 美國CN的一名軍事評論員 他同時也是退休的美國將領 哈特林就表示說 俄軍顯然無法執行這場傳統戰爭 哈特林在CN的節目當中表示說 他看到俄軍有投降的跡象評估說 俄軍的傷亡可能更高 另外俄軍目前是採取包圍戰術 先包圍基辅 但是接近了一個星期 都還沒有推進這樣的動作 反而是準備要動用具有長射程的火炮 因此哈特林擔心基辅可能會跟哈爾科夫一樣 遭到猛烈的炮火攻擊 而現在傳出來俄羅斯總統普丁 是叫下午跟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兩人有通電話 而還提出了停火的要求 土耳其方面現在透露說 普丁的要求分為是兩大類 其一是要求烏克蘭保證不會威脅俄羅斯安全 另外則是要承認放棄烏東頓巴斯跟克里米亞的主權 土耳其總統的顧問跟發言人卡琳就說了 俄羅斯主要是要求說 烏克蘭需要接受自己是中立的 不要申請加入北約 再來是烏克蘭解除武裝 確保說不會對俄羅斯造成威脅 另外還有烏克蘭必須要保護境內的 鱷魚使用跟去納粹化 卡琳說認為這個部分 對烏克蘭說應該是不難妥協 畢竟澤文斯基之前就說 可能會放棄加入北約了 但是難的就是烏克蘭要承認 克里米亞跟烏東頓巴斯的地位 這樣也是表示說 這樣子烏克蘭的國土可能會有縮減 而土耳其也透露說 普丁願意 其實他想要來跟澤倫斯基 有面對面會談的機會 而外傳說 普丁他的身體可能有一些狀況 但是土耳其的官員說 普丁其實不像外傳的是有生病的情形 他的言談跟思路都是相當的清楚的 再來看到的是美國總統拜登 當地時間16號他就批評說 普丁根本就是戰爭犯 這樣對其他國家元首的指控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而對此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也立刻回應說 拜登的這範言語是不能被原諒的 這是拜登第一次用戰爭的 來形容普丁 拜登在看到俄羅斯軍隊襲擊烏克蘭的 馬力波跟挾持當地的一身病患 批評說這是殘暴的行徑 全世界都應該要感到憤怒 但也遭到俄羅斯方面回應說 普丁是位有遠見有智慧的總統 拜登的指控其實是相當的不妥 而拜登也將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在美東時間18號的早上 9點也就是台北時間 今天晚上的9點來通電話 根據白宮發言人日前的指出 兩大元首他們會討論的是 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當然眼下的惡務問題 也會是討論的焦點 而拜登還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說 會跟習近平來通電話 拜登還很自認 幽默的說自己說過的每件事情 其實習近平都記得 然後他還表示說 習近平根本就不相信民主 可以在21世紀繼續下去 白宮發言人日前也強調說 對於大陸可能跟俄羅斯結盟 以及大陸對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的援助 當然也就是這番通話的討論 重點之一 而吸收很多好萊塢的明星 現在也在聲援烏克蘭 動作巨星阿諾什瓦辛格 17號就在他的社交媒體 推特上頭直接向普丁喊話 要求結束在烏克蘭這場 無謂的戰爭 他也讚揚抗議這場 衝突的俄羅斯人 說是個新英雄 並說烏克蘭其實沒有開啟戰爭 影片上頭更附上了俄文的字幕 當然就是希望俄羅斯的民眾 可以瞭解事情真相 我正在他的報告 在那裡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喜歡聽到 政府的關鍵的關鍵 我明白了 但是 俄羅斯人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會聽到 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民主的危機 記得要輸入CTI567 就是蠟稀的推薦代碼